之後第34題,他就問你,以下哪兩隻東西混合後,是不會產生兩個Layor的 即是混合了,先看看第一句,第一句是一隻Aster 再加我們的Excess Sodium Hydroxide 事實上,Aster遇到简是會被刷爛做Iron 即是說,這個將會變成Iron 這個仍然是Sodium Hydroxide 而事實上Iron真的用到在水中,即是用到Aqueous Core的說法 即是說,他們會變成一堆東西,所以他們不會有2Layors 那到2號了,2號就說是一隻的,不如寫一號 2號就是叫做Helolking,我也不寫了 Helolking加Excess Sodium Hydroxide 不然會怎樣呢?他們會交換 交換了之後的產品,不如說出來,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Excess Hydroxide 它換換了Clorine 事實上它是甚麼來的? 3個Carbon的OH,其實都叫做Sod chain 一些短的Carbon chain 即是它是能夠跟水形成為Hydrogen bond 是不是? 跟水形成為Hydrogen bond 即是溶到在水,又是溶到在Aqueous那裡 所以2號又不會形成2Layors 最後啦,最後啦 第三,其實跟2差不多 第三那個呢,就是一隻叫做Aldehyde 加過的Dichrome 事實上Aldehyde加Dichrome的產品 又是變回了它 是不是? 一樣而已 也是,它能夠跟水形成為Hydrogen bond 即是溶到在水 即是說 它們三隻都會混合起來 所以答案就是甚麼? 三個都不會form2Layors 答案就是D4D B4D 很可怕 兩人 一人 四人